大家好,今天主要是會來這邊想跟防控政委來反應的就是 我希望能夠站在一個市民來講 跟政委來反應說我們在使用一些停車資訊上面來講台灣下一次帶來說 有些不是很方便的地方 那我想說防控政委一直過去在於數位的整合還有就是這相關的一些政策當中是扮演的就是來做線條的改善的角色 那所以我先就來跟政委拜訪 好,我們來參與今天這一場 好,那其實我們今天要反應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台灣在停車系統當中現在有做出很多APP 各政府當中是有跟民間業者卡拉大都有在去做努力 然後把資訊做出公佈讓大家好方便能夠了解說 然後路邊哪些地方可以停車 然後並且還有就是我們現在有下一個世代的就是停車解決狂案 然後做事要把停車給技術,那智慧化 那我想說在停車智慧化當中的話 跟政委簡單的報告 我想這個應該是前兩人都已經都有 而且各國當中都已經有比較多的做法 就是比如說除了把即時能夠反應停車控的資訊 以及就是還有做到最近有出現的 所以共產經驗當中要共產車位這一款 把這些車位如果今天不使用的時候提供出來 然後給人可以使用 那他可能再分擔一些費用 像這樣子 那其實更進一步的話 就現在還有預約停車的部分 可是我主要還要反應就是說 在這之前 這是在軟體跟硬體以及防塵的地方當中 我們台灣現在一直有一個 我認為蠻嚴重的問題 就是各政府單位在自己推動那個地方停車的App 所以每個都是預訂的 那我們自己在Google 在整個Google Play上面搜尋 大概光是找停車資訊 政府自己的話就各家全台灣各不同 那光是北市停車 然後或者是停車打人 然後停車 就有將近從新竹 台北新北都是幾乎都一堆 那我想說在App整合這東西的身上 是希望能夠政委能夠出面來協助的 因為看起來就是每一個基礎點進去好了 他下載使用量都有幾千 那最高的就是台北三萬 可是我們相信整個台北市在使用 這樣的燈口GW不是這麼少 那可是因為分散了很多 然後出現這些狀況 這是我第一個想要給我們這回反應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說 在下一個世代說要解決所謂的 都市災車的問題當中 我們參考紐約跟那個日本中心的一些經驗 他們在最近的一些停車 停車智慧化的方案當中 後來最一步就是提供到那個 預約停車的部分 那一方面就是停車智慧化可以監測就能夠開單了 然後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台南跟高雄 今年台南高雄 然後2016年的時候台北市的廣場前 立開廣場 跟去年的時候 一些路邊的停車都開在失敗 所謂的就是這種停車格智慧化 那可是到所謂的預約停車部分來講 還是在明天原則在做 那他們之所以會比如說加國家 再去預約停車的方式 就是他要減少那個車子在找車位的時間 那預約停車可以再更進一步說除了他只會看到停車格 是不是現在有停車位之外 還有方便就是說如果我先預約了 在近期幾分鐘內 我預約五分鐘內到 那只要跟路程GPS都有定位很清楚的話 那他可以讓人家知道說我會開車到通過物理之後 現在的情況就是我開車到物理之後發現那個車會被搶走 所以我要再多找幾分 那我想想說在這幾個就是智慧化停車的方案當中 他其實跟我們公共工程都很關係 然後每個公共工程當中他現在有不同的廠商 像台南是找洪基來做 台北有一廷網在做 然後自策會有提供一件 然後其實還有幾個至少台北市他五個業者 都在不同的跟台北市政府想要不同的路段來示範 但每個人採取的那個所謂的智慧系統 以及就是偵測車輛 有人是用剩下鏡頭 有些人是用所謂的就是我用地詞的感應方式 有些人就是說我用定位的方式 我自己做一個那個智慧柱 然後去偵測周邊的東西 所以變成說每個廠商的系統不同之後 如果今天他發出去不同的試驗計畫 然後並且有些人覺得做不錯 示範擴大之後 可是他沒有統一的標準 他很可能就會導致我下一個要不做的 我重新要發包給人家做維護的時候 那他可能找到業者來維護 然後並且有可能說 如果今天政府要帶頭來做這東西的時候 他標準如果選錯了 那我今天的系統跟系統跨縣市的系統 他可能會不會有整合不上的問題 所以這東西是想要來請教鄭偉 然後把你給鄭偉 想覺得說是解決我們下一個試驗的問題 好 謝謝 我想剛才我們就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提到的主要我聽起來了 就是說APP的使用者可能比較少 因為APP不像網頁一樣 他很容易能夠用搜尋情查詢到 或者很容易網址可以分享 APP必須要特別去下載才能夠做得到 那確實我們目前在行政院裡面 我們正在做一個叫做政府數位服務的一個原則 那這個原則裡面 我們特別重要是以使用者的實際需求為主 所以如果是像台北市以我的理解 他們APP上面有的功能 其實他們有一個網站 就是台北市的好像叫停車資訊導引系統 那那個系統上面基本上你不一定需要下載 你也可以在那個網頁上面去做到一些操作 那尤其是最近的一些手機它的瀏覽器 也有即使你稍微離線了 它還是可以繼續運行網站的功能 或者是說即時進行推播 或者是像最近大家看一些新聞網站 他就會問你如果允許推播訊息 所以網站現在也有推播的這個能力了 那還有就是說有的網家會問你現在在哪裡 那它表示它也有GPS定位的能力 那你結合推播定位跟離線使用 基本上就跟APP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想這個是叫做技術的名字叫做PWA 但是基本上大家的使用體驗就是一個跟APP差不多的網站 那我們現在確實在規劃建設新的系統的時候 我們會推薦大家盡可能有這個系統 那為什麼是因為它不用特別幫Android 幫蘋果 幫不同的手機的版本 然後重複進行測試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很同意說 如果能夠不要用APP就不用APP 那如果你用APP 那這個APP應該只是這個網站功能稍微重新包裝 那但是當你修改網站功能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反應到你的手機上 這個我完全同意 那以我的理解就是說 台北市的這個導引系統 它有一個我們叫資訊界階的功能 就是說它上面地圖給你呈現的資訊 它同時在我們開放資料平台上面 包含台北市的開放平台跟國發會的開放平台 都可以直接去即時接取這個東西的功能 所以至少在我們你說的第一代 還不是下一代 第一代只是讓大家知道 第二代才能預約 至少在第一代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用一個叫做開放資料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你在這個地圖上面看得到的話 那你不一定要來用這個地圖 也不一定要用這個APP 你可以有一個整合性的一個APP 或者整合性的一個網站 它去讀每一個不同現實的資料 然後把它集成在一起 那舉例來講 我們這幾次不玩颱風啊 或者什麼 我們開設這個災害情形變變中心 之前我們就有一個EMIC的一個系統 那大家隨時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我們整合 各個不同的地方現實 各個不同的局處 誤會 它的所有的防災相關的資訊 哪個路斷掉啦 哪裡打電話不通啦 排電排水的服務啊等等 它會全部集中在EMIC的這個資訊 它靠的並不是說我們把資訊系統打掉 而是說我們後端讓它能夠彼此整合 那我們前端就可以有一致的一個體驗 所以我想蠻具體的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說 其他還沒有採用open data的現實 可以先看一下有採用的現實 好比想說台北市 那是怎麼做的 那盡量用類似的欄位去把它釋出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未來就可以交互使用彼此的服務 或甚至是你建議有給朋友出來 去整合所有現有的服務 那我覺得這個確實是可以從已經有的做起這樣 其實正我也覺得說 剛剛講的是說其他縣市來參考 對 不過我會比較翻譯的我覺得從以前看到現在就是說 不管是每個地方市政府 他們都有自己局處的F 對 然後我也想的是說 它還有一個狀況是說 他們現在還是會持續的做 就是自己讀的F 對 那到底在這個狀況當中 對 請政府帶頭去做整合 請他們說 比如說你們在這個評測F 你們全部都用我們的開放資料去 帶大家來做 你們其他縣市就不用做了 這樣是會有比較好的情況嗎 我想其實這是兩個事 就是說F它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它低送必要的一個服務 但是有的現實它可能會想要在上面再加上更多的體驗 簡單來講就是它把它當市政行銷來做 這個你很難阻止 就是一個市長說我要做一些市政行銷 或者有一些特殊的活動 好比像說我隨便講花博啊 或者是燈會啊 或者什麼東西 它要推送 所以這個我想沒有辦法說你禁止它 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一個網頁叫做幾個小條文 讓政府提供更好的數位服務 如果Google這個字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有加一個資訊採購契約的範本 簡單來講就是說 當你在做廠商評選的時候 你可以說它有沒有專業的技術能力 裡面要包含在零成本 或者低成本的前提之下 讓它這個app或者這個網站 還有所有的功能 也要能夠讓其他的現實 或其他的民間的朋友們 透過一個共同的應用程式界面去讀取 所以你的app還是開發 但是你不能阻止人家來讀這個app 所取用的資料 那當它在招標的時候 只要應用了我們更新過的這個 採購契約範本 那這樣的話這個採購契約範本 它這樣子發包下去 即使這個app到最後是 主要是行銷用 但是至少它上面的這些功能 別的現實的app 或者是民間的就可以去接取 對那所以其實當時我們工程會 用工程期字106002 18200的這個韓班修訂的時候 它的文字是很強的 它說履約標的涉及應用程式界面開發或承修的 它要按照國發會所訂的最新版的open API標準 作為驗收之依據 那現在主要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大家對於作為驗收之依據 到底要怎麼驗收 這個我們還在賠利各個不同的就是縣市 那有些縣市它當然有資訊局 或它有數位發展相關的一個局處 那就比較容易 那但是有一些縣市它是在聯考系統 那它資訊中心很專業 那這個也沒有問題 但是也有一些縣市 也許它就不是很知道說 這種所謂用API驗收要怎麼做 所以以我的理解 國發會資管處在辦一系列的學員課程 但是簡單來講 就是如果你議員的角色的話 你要求他們用這個作為驗收之依據 這樣即使他們是做出app來 也不會白做 即使app完全沒有人下載 那至少就是開放一些API出來 對 本來現在就是白做 我剛剛看到的是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提出來 但是它是屬於資訊服務廠商的 民間跟機配辦法 還有就是採購契約產品 這個東西有沒有做硬體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剛剛有提到另外一個狀況是 現在比如說宏基 我們台北市它現在委託的廠商 跟台南還有高雄 委託的廠商是不同的 但他們在做就是所謂的路邊停車 這個自觀化的時候 他們採取的技術不同 那它會不會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概念 然後去要求說 他們以後要用的這些硬體 要去做機構建設 他們是能夠同用的 對 我們現在其實有一個專門的網站 叫做 ci.taiwan ci.taiwan.gov.tw 那就是我們的所謂的 civil IoT 或者民生公共互聯網 那它這個後面就是你剛才講的 你覺得說它可以用好多家不同硬體廠商的技術 但是當它進入資料層 就是它要產出的資料的時候 它要有一個一致的資料標準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讓各個廠商 在價錢在性能在這個上面去競爭 但是我們又可以確保說 不管政府部件的空氣品質感測器 民間部件的空氣品質感測器 地震方面的防救災方面的水資源方面的 這些大概都不能靠政府自己來做 它必須還是要結合廠商跟結合社群的力量 那我們這個工作做的就是說 我們去建立一系列的我們叫領域資料標準 那在這個領域資料標準裡面 任何人只要對齊這個標準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致的介面去加以呈現 加以處理 所以如果您要就是做一個監督的話 它最重要並不是它有幾家廠商 而是這些廠商能不能去對齊 我們這邊的領域資料標準 那它只要可以它就可以接在一起 它現在變成是規範嗎 變成說我們現在所有的公共工程 包括這些標準下來的廠商 它需要做這個規範 它現在是說它會變成驗收的參考標準 它是驗收的參考標準 但是如果你驗收的時候不驗這個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監督的時候 可以特別去監督他們 因為現在有在推進的東西 沒錯 你今天蠻有意思的 我覺得可以了解到說 我們可以來監督這個東西 對 好 那第二代的部分 第二代的部分 你要提一些可能的做法 其實我在想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現在大概解決所有的都市 因為其實會特別來講 次會停車是為了解決塞車的問題 還有很多市場中 其實包括就是停車的效率不上 對 那剛剛其實有講了 如果資訊有串接 然後從行政院這邊帶頭 然後包括連營這邊也串接的話 其實大概就是說 有沒有需要到基礎建設工程當中 來行政院這邊來帶頭做提出標準 OK 這樣我比較聽得懂 所以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都是 等於是只是閱讀嘛 read only 但是當你要預約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寫回去的一個動作 所以就是說 到底我能不能夠在台灣的任何一個地方 我只要要預約停車 我就是用一個單一的介面去操作 然後您剛剛還有提到說 在維護上面 因為有些用鏡頭 有些用第一次 有些用一些智慧感 什麼之類的 那不過我想第一個是說 它硬體方面本來就是硬力之一 因為有些地方你用鏡頭 它的光線也許不是很適合 或者是說它的成本的考量 或之類 我覺得我們目前還是有點 在百花齊放的這個情況 其實在資訊上面來講 因為我可能沒有像 我也是這麼對 但是我可以理解到說 它是不是其實 只要是我們算是用這個東西感應 它只是感應的東西不同 對對對 但最後到資料部的時候 它其實是可以 對對我剛剛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只要它是一樣的資料標準 其實你不用管它用什麼技術 把它做到 對 那我的理解 就是說我們在國發會 有一個叫做平台經濟的一個調適原則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以前大家會覺得說 我的停車位我自家的 那是所有全人自用住宅使用 但是也許你開車出去 然後有八個小時的時間 這個地方是其實你用不到的 那這個時候 目前有些沒經驗者 就開始能夠讓人能夠把它租出去 可是這個租出去就是限於這八個小時 你用不到的時間 那之前他們也有來 孔總有來找我 是說他們就算只租去一兩個小時 那個稅率都會算成現在變成營業用的稅率 所以就導致說屋主不是很願意加入這種 比較前瞻的一種program 那這件事情 我們按照這個原則 我們請國發會 法治協會中心去協調 那就在應該是這個月 他們頒布了一個叫 自由自用停車位的共享認定原則 簡單講就是說 如果你平均 就是租出去的時間 只有這個八小時 那它是以月計算 所以你一個月只要不租超過240小時 那它在稅法上就不來找你麻煩 這還是算是自用的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那不管是這個 它算是 依法應輻射的停車空間裡面 它是 本來就有這個停車位 或者說雖然沒有載明 但是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就是它有使用權 那這些就是放得比較寬 它不需要就是完全覆權狀 是說如果大家都覺得 OK 這邊是很明確的 是區分是它的這個停車格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它組出來 那以我理解 現在有一些民間業者 已經有這個一個停車的功能 那就是因為我們做了一個法規調適 然後認定它是合法的 只要說它不是 其實它沒有車 然後我就全時間在那邊收錢 這樣的話恐怕還是要當業人 這樣 這是一個好方式 就是說其實透過現在已經有業者 從明天帶頭還是比較寬 對 所以從這個來講的話 只能做規範上面去說 我們確保說它的課稅 它的登記 它的這些是公平的 但是我目前我的感覺是說 像我去巴黎的時候 他們也是試了各種的方法 那到最後他們是一個叫做 就是類似U-bike 但是是開的車子 那當然它就有預留一些車位 專門給這些等於是 城市所提供的這種工程車 讓它能夠預約 可是它不會侵犯到本來的 就是普通人的停車位 或者普通的停車場 因為他們不希望說 好像只有少數能夠用 用這樣子的車的人 好像去把別人的停車位卡住 所以它是用一種 比本來的還多一點 有一個分區專門給這種車 就是AutoLink的這種方式來做 那我想未來如果自駕車 或其他東西進入這個上面 我覺得也是一個類似的狀況 就是不是說只有玩得起的人在玩 或者是只有需要的人 去剝奪別人的需要 而是說我們試著開出更多的空間 我們台灣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它的機車 是的 機車真的很難停 不過我覺得像目前來講 智慧停車是還沒有到機車 但是雖然我們的引導系統裡面 然後會把它公共的機車位都釋放出來 但是機車的停車要能夠智慧化應該是很 其實不太可能 對我想我們從容易的先做 然後建立一個模式 慢慢去擴大 我們一定要反映就是說 其實那個 在整個智慧停車的方案當中 目的就是我也希望能夠未來 所有的開單元 他可以慢慢變成說 不用再做開單元工作 那未來 但他智慧停車化之後 他會反映出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這些過去政府所聘用的開單元 他真的好處是 不用再有開單元 釋放出了勞力 可是這些勞力也希望說到時候 政府在面臨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 也要告訴說這個地方 當然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自己也要知道 就是他需要轉介 像不要讓這些開單元實驗 就是因為有資源化了 所以就 約庭部成績就不想結束 因為這東西很像 像以前的高工局的那個收費員一樣 以前高工局 我們現在智慧化之後 確實都很方便了 那結果我們之前曾經抗證就會發現說 雖然他們以前好像 進去當那個高速公路收費員 然後他們有好像感覺就是 算一年一年的錢 然後是可以做 其實可以做到一步做到退休 但其實我們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一個好方案 我們也都很支持 但是也怕說有一天 因為未來的時候 大家會比較沒有注意到 說這裡開開約 很多開約都做很久 然後有一天 他如果因為智慧化了 然後事業化 那希望不要再發生這個之前 當然 就是他的相對的權力 對啊 這個權力我想是很重要 而且我想中間會有一段轉線的時間 就是說人類會變成好像AI的一個監督者 訓練者的這樣一個角色 那也許實際在分波的 可能確實是 可能是一個無人的就是三輪程之類 他代替這個開單元的工作 但是實際去判讀那個現場的狀況 我想還是會需要一些 就是當場應變的一些人的智慧 所以我們目前大概也是讓 就是群眾智慧跟人工智慧 不要看成是好像剝奪的公務員的工作 而是說讓這些工作變得更有意義 是互相加強嗎 其實不會啊 就是說其實只是 剛好提一下 因為以前那種狀況來講 他重點不是 是不是需要最少的能力 或是他會剝奪工作 是希望釋放出來的勞力 不要把思維只是只能做那件事情 而是可以把它轉介到 讓他做起來的事情 對啊 我想AI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他學習很快 但是他其實也可以教人 所以當你要就是轉業 或者是做一個轉型的時候 以前你一定要去找到 這方面的一個師傅嘛 就是重新做一次技能的培訓 但是如果你本來的經驗 跟某個新的經驗已經很像的話 其實我們透過AVR透過AI 其實你在家 也許就可以自己去完成這個 就是自主學習的一個轉業的 職業訓練的一個工作 這還蠻高的 這也太強了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往這個方向 因為它造成結構性的職業的變化 但它應該也要能夠造成結構性 就是大家想要轉業的時候 能夠更容易更方便 真的嗎 欸 你是拿我手機是不是 OK 我可以給我一下 我的手機呢 OK 看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忙 好 最後一個離線問題 對 就是 我們那個什麼 主要在 之前我在前天有參加那個網路 質疑論壇的時候 那我之前其實有 反映過一個狀況就是說 到底我們台灣現在有出現 比如說我們一些共享服務當中 但它採取的一些是國外的軟體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 畢竟有些東西是 比如說像是中資 或是中國的軟體 或比較敏感的 對 那像我那個時候有碰到就是說 像有個業者 我們那時候打MID的時候 他眼睛滴滴 但是 他說他本身不是 使用台灣的 就是不是使用中國的伺服器 他是使用台灣自己的伺服器 但是 我後來發現說 我下載了中國的滴滴之後 然後發現說 他可以直接 在台灣這邊交車 然後也可以 讀取到台灣這邊的計程車 那其實剛剛 還有一個問題 朋友反映說 其實我用台灣這邊的 就是台灣這邊自己的軟體 好的 下載 他也可以去交到中國的車 所以他其實這雙向來講的話 他們還是可以宣稱自己 其實伺服器是完全獨立的 然後完全符合法規 因為其實在法規上 剛剛講的是說 他是說如果他在申請這家公司 並且代理這個軟體的時候 他去跟投寵會 或者是經濟部 講說他們完全獨立伺服器的時候 被許可 被許可可以這樣營業 但如果他們其實不是 他們其實不是獨立的伺服器 他們是被串接在一起 他們甚至就是統一的 因為這其實我覺得一般民眾 都不太清楚 像我自己也會不會太懂 喔喔喔喔 好像不同伺服器 但其實網路這東西的資訊是 不同伺服器跟不同伺服器 它是可以串接的 對啊 對啊 那像這種狀況來講 它還是可以在法規上宣稱說 我們其實是不同伺服器 那不管是我們現在的個人資料保護法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配套措施 其實都賦予你一個請求 或者是給予副本 或者是知道你的資料現在正在被存在哪裡 的這樣一個權利 所以我想最簡單的方式其實就是 你的資料如果被儲存或者被處理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去問啊 你可以直接去問這家公司 說你存在哪些伺服器 然後我能不能請求修改 能不能請求刪除 能不能請求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是我們這邊的個資 它本來就賦予你的權利 可是 他通常有時候 不是修他已經拿到個資 對 那他這樣子再需要的刪除有什麼用嗎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當我提供個資的時候 那這個個資它不是一成不變 就是說 像這裡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 我目前在哪裡的這個GPS位置 但是車子每個時候在哪裡 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個資並不是一次性的 它是不斷的在給予個資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就好像是說 你打一次卡 表示說你現在在這個位置 但你不會一起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是一個個人資料的提供 跟個人資料這邊的蒐集者 蒐集之後它的處理利用 這樣子一整條線 它是一個一直在發生的一個持續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個資法的精神 其實是說 我們要讓使用者有足夠的能力 去要求 這邊去隨時給出一個交代 就是說 如果我下一次還要再把我的位置給你的話 它到底會被 儲存在哪裡 它會怎麼樣被使用 儲存在使用中間 它會怎麼樣被處理 那這件事情是所謂就是請求解釋 的這樣子一則權利 那這樣子的權利 那這樣子的權利其實隨時 尤其它說是在台灣登記的公司 你隨時是可以跟它行使 那所以如果你覺得 那它回來跟你說 我們是儲存在台灣沒有錯 但是我們處理是交給 好比像說境外的 隨便講 紐西蘭的 這個某一個東西去處理 那處理完之後 它又會再做額外的利用 好比像說它又會再傳到北京方面 那這樣的話你看到了這個回答之後 也許你就會覺得 那我就不加入了 隨時我們還是 目前只能做到自己去處理 應該是說 我們現在的各自法的做法是說 我們預設是可以境外傳輸 但是例外的情況下 像你剛剛提到一些國安 或一些相關靠養 我們例外是可以堅持 但這件事情確實 目前國發會正在談 這個GDPR的始祖形認定 因為在歐盟那邊 他們是反過來 他們是原則是禁止的 但是要確保說 人家也能夠跟歐盟一樣保護各自的 它才允許這個境外傳輸 所以確實 也許在我們跟歐盟 談判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可以就是一定程度上 參考他們的一個謹慎 不過這個部分 因為談判還在進行中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我們現在就可以去 讓大家更知道的事情 就是以我們現在的各自法 大家就已經有一些請求了解 法查閱復本 大家可能本來不知道自己有的這些權利 那我們在跟歐盟談判的過程當中 其中對使用者更好的這些部分 我們目前各自法 也許還可以變得更好的部分 這個民間也可以多討論 像這一次在 您剛剛提到的台灣網路治理論 談這個就是一個很濃的一個領庭 對 不過剛剛正維所講的這部分 就我自己比如說大家身邊的朋友來講的話 大家大概不會做到這個程度 因為其實會被全都很複雜 因為是很複雜 他們 我們應該會比較擔心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許多的網路個資 然後實際上我們當然知道說個資是被斷賣一通 但是我們還是會希望政府能夠保障到一定的主動 主動保護的狀況 那如果像現在境外的 就是我們的資訊是可以被 允許投放到境外區 對 但是像 像他這樣子發現到說 他其實可能是 不老實 就是說他當初都講的是 他願意他自己處理 結果之後我們發現 我還是要自己主動去要求刪除 或是我拒絕 對 但是政府就沒辦法主動去要求 應該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我們如果現在 是他告訴我們說他會好好保管你的資料 但是某個他也不知道的人 就去 你剛剛講盜賣 這個是資安問題 這個大概不是各自的問題 對 那資安的部分 我們當然有自動安全管理法 而且現在正在做那個 執法的預告 那所以資安的部分 我想這個政府是非常的 覺得同意的 那但是各自的部分 就像 他比如說你在臉書上播一篇文章 我現在直播 你就開地球 那但是後來這個 你就說 我沒有看清楚 那個開地球的意思 原來是在某些某些其他城市 原來他們也收得到 對 那這個時候 政府能做的真的有險 那如果是像剛剛 另外一種狀況就是說 他不是某個人到賣 而是這個業者我們才說 比如說他講說 我這個資料會好好保存 但是實際上 我給你透露的資訊 其實是沒有那麼全面的 是不會保存 但是我其實是把它交付到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有一個 讓他能夠用一般的民事 不管是他的契約上面這個 講得不夠清楚 或是他有誤導之嫌 或甚至有詐騙之嫌 那我們現在在立法院 有一個叫做 就是數位通訊傳播法 他就是要把網路上的 所有這些事情 跟我們在民法上 刑法上各種各樣子的 作用的態樣 去做一個對應 所以我們在現實實際的 示範法的事情 到網路上做一樣事 就還是犯一樣的法 對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提到說 為什麼數位通訊傳播法 好像沒有法則 那是因為法則 都是在本來的民法和刑法裡 這是一部借接的法律 把這些行為 跟我們比較習慣的 比如說面對面 如果你是誹謗 到網路上還是誹謗 你面對面是公眾恐嚇 到網路上還是公眾恐嚇 但是我們的精神 就是我們不會特別 對於網路上的行為 去特別再去立法 去限制 或修法出限制 對 那所以在這個概念上面 我覺得數位通訊傳播法 在通過之後 尤其像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說 如果他是一家廠商 但是他 講他的隱私保護的規則 這些他語言不詳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是沒有付到一個 好比像說 他的營業的一個責任 那數位通訊傳播法 就是把這樣子 最基本程度的邀請 你會看到他 要求很多數位通訊傳播的 服務提供者 去做這些事情 那有了這個之後 不管是哪一個法官 判出來的那個法則 就會比較像 就會比較類似 對 所以我想這部分 就是希望下個會期 數位通訊傳播法 就是能夠順利的通過 那通過之後 我們就依據這樣子的方式 來管這樣的行為 OK 好 謝謝謝謝 謝謝曾偉 其實我的問題差不多 等於結束了 OK 謝謝謝謝 今天我剛剛知道 剛剛我們鏡頭是直的 好沒有問題 這是真正的直播 不是真的 OK 好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你就收播了 OK收播了 謝謝 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